今天很開心 我們新手父母研習班請到我的偶像 Rita Rita是在私情教育裏面的創辦人 他們有很多網上介紹和有英文的課程 今天想請教Rita 她從小到大究竟是自己怎樣讀書的 Rita 你好 Hello Melissa Rita 我知道你從小開始讀書 已經是考第一了 是不是小學開始已經是考第一了 其實幼稚園開始了 你真是說 幼稚園其實都記得很清楚 是的 當年的時代都是拼搏時期 所以家裡就近那間就去了 不是說現在大家這麼多時間去找名牌幼稚園 沒有選擇的 家裡就留下那間 小時候開始以為號碼越大就越聰明 什麼叫號碼越大 就是一年班派成績 就考二十九 為什麼記得這麼清楚呢 第一我都挺想聰明的 那就是二十九 厲害啊 如果當一就好了 考三十整個有獎 所以其實小時候很無知的 其實都挺可愛的 但是到了明白是你的時候 就號碼越來越低了 慢慢二十幾啊 十幾啊 十名啊 就自己慢慢 其實也有些追求的 希望現在就知道 號碼越小就越好了 真的去到四五六年班 其實我也是可能班的第一名 到六年班畢業就全級的第一名 OK 慢慢一步一步去 都不是一步登天的 好 我想問一下 你小學的時候 這個改變是 父母那時候 你知道現在很多父母流行補習 以前我的年代未必流行補習 那你那時候是 從小到大都很想自己做得出色一點 還是什麼原因 令到你慢慢的成績有改變 Melissa 我已經知道你是一個 超級的父母 我知道你的小孩很孝順 看到 看到 感覺到 所以 你問的問題都是 真的很到位 我覺得對小孩的所謂impact 對他的將來的幫助 有多少 大家其實如果說給一個最大的禮物給的小朋友 除了健康之外 會是什麼呢 嗯 就是在我來講 自己 我自己的經歷來講 都是希望給小朋友 一個機會去找到他們喜歡的東西 令他畢生都可以在這個喜歡的東西上 一直發展 嗯 還有越發越大 越來越光芒 嗯 將自己喜歡的一件事 這個我覺得如果給到小孩這個禮物 將會是我自己一個最大的成就 哦 就是協助他們找到這件事 或者培養這件事 所以你剛才的問題就是 為什麼小孩有這個動力呢 是 你們怎麼作為父母 嗯 可以協助 從旁協助 到他們在找到 他們的動力 找到他們的喜愛呢 其實就 大家都聽很多的 放慢 哦 放慢 讓他們感受多一些世界 體會多一些的自己 自己就會慢慢去 就是感受 這些東西太快的時候 就是 講頭講明 開會喝完都不知道 原來不是那時候很好 有一個菊花 爐匯的茶在那裡 就是沒得感受 嗯 現在我們今天有什麼時間 可以感受 我們的 friendship 感受這個東西 就是希望給小朋友感受 我那時候的感受是什麼呢 那時候的世界很簡單 幾多十年前很簡單 在家裡玩而已 是的 以前是 沒有什麼街開的 是的 真的是 現在是星期六去哪裡 很多節目的小孩 什麼都可以看 不要緊 是不同時代 不同的教育和exposure 但是我很記得 一連班搭校車 嗯 是我對社會第一個認知 嗯 原來有這麼多區 原來有這麼多不同的大廈 嗯 原來我那座大廈 我見過之中 比較簡陋 而且舊的一座 嗯 就是我發現原來社會 有很多不同的階層 是我第一個認知 嗯 社會有不同的機會 同的階層 嗯 所以你不要覺得六歲的小朋友是不明白的 他所有看到的東西 他在心裡面感受是可以好心的 嗯 所以當時我只可以說我是很幸運 我是一個很簡單的家 嗯 沒有什麼exposure 沒有什麼機會出街 嗯 但是到我有機會只不過六歲 我就明白 其實很多東西是不同的 每個人 嗯 如果我自己 不去努力 我就會一直都會在這一點 這個地方 所以如果外面有這麼多的option 我為什麼不可以努力一點 讓我自己可以去到多一點 其實就是校車的一個經歷 哦 但是很深刻的 哇 其實你真的好厲害的六歲 只會這樣想 很害怕的 六歲也傻傻的 所以套用回 其實有些東西 就算可能小朋友不知道自己知道了 他感受了 哦 所以我也想說 其實父母這麼多姿多彩的節目 嗯 這麼多不同的東西去學 嗯 其實可以不妨 就是 省減一些 嗯 simplify 我想就是 就是 我們所謂反迫歸真 就是simplify 讓他的東西慢一點 知道自己喝了什麼 嗯 媽媽加了蜜糖 多謝媽媽 好美很多 就是要他感受到這些點點滴滴 他由感受 而演化成為自己一個 思考和 感覺和興趣 嗯 嗯 起碼對某些東西知道原來我不喜歡 或者我 起碼有了這個認知 不一定說我一試就知道我很喜歡一件事 是是 但是原來這個東西 嗯 I'm not sure 嗯 其實這個認知也很重要 是啊 對 就是說說不喜歡 有時候我都跟一些同事說 就是我都要到40歲才知道自己不喜歡什麼 就是 是什麼呢 就是譬如有些什麼我一定不做的 一定不做 譬如你說玩過山車 我真的不夠膽 以前年輕人都會傻傻傻去玩 我真的知道 定不信 就不會玩過山車 這樣 以前就哄小朋友 因為那些孩子都會叫我陪他玩 你覺得一起玩會開心一點 但是真的很害怕 哈哈哈哈 你是喜歡生活可以安穩一點 好了 繼續說了 我想問一下 譬如說 因為我讀書就不聰明 我都會像你這樣 你說小學 考三十多 考什麼 但是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自己要考第一 那什麼令到你會這樣讀學課 你會真的想自己考第一呢 我真的從來沒有這麼想過 我覺得這個其實我都是傻傻的 就是人是比自己身邊的環境影響很大 那當時的環境 因為都是 父母都是要拼搏的 嗯 都是 開始一間小的公司 可能兩夫妻 或者慢慢去 慢慢去做的 那其實小朋友小時候 即使可能是這麼高 就是眼睛看到桌面多少少的東西而已 但是我們做的一舉一動 我們父母做的一舉一動 其實他們看到 記得和感受到 是遠遠超乎我們可以理解的 就是如果以我自己的經歷 我是記得 眼睛看到一堆紙 是 就知道爸爸媽媽要解決這堆紙上的東西 他們的工作應該是很多的 就是小朋友看到一堆紙 就覺得 嘩 很厲害的 所以我認知就是父母是 很肯努力的人 嗯 其實什麼努力都不要緊 即使我全職在家裡煮飯 我很努力做好我的東西 我很用心煮了不同的東西 他喜歡吃的我去改良 其實只要我們對我們自己的事 的態度是認真 和無實 其實小朋友這個 我覺得這個身教 在我自己的經歷來說 我父母的身教是影響我很大的 嗯 對於我的價值 它是什麼為之 上班做好自己 是 怎樣去支持同事或者上司 嗯 就是這件事 不用教你二十歲 嗯 因為 小時候做事就是這樣的 你是應該要這樣的 是 所以現在反而 我們很用心 嗯 去教年輕年輕的 嗯 也可以說 其實我也會想 他們小時候是不是 爸爸媽媽沒有教這件事 或者他們的環境 沒有讓他們對這件事的認知 設定了基礎 嗯 我覺得如果有小的小朋友 尤其是 就是 越早開始越好自己的身高 嗯 包括現在提醒自己 是的 是的 在家裡我也要做好一點 不過我同意 你說好像這幾年疫情 我們很多工作在家 我有時候在家裡開會 或者上課 其實他們自然 我兩個小朋友 他們自己都會溫習讀書 因為他們覺得整個氣氛就是讀書 整個氣氛大家就是學習 大家就各自做各自應該要做的事 是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我家裡是文昌屋 只要我一做事 在家裡開會 他們就會自動分書 自動自說 這個是以前沒有疫情 我感受不了 因為我是公司 但是有疫情 反而他們都覺得 媽媽你這麼博學 我也覺得我好像要讀書 他突然說 其實我讀的就是興趣班 但是他們會感受到 感受到 感受到 是的 好了 我想問一下 你繼續讀吧 我也喜歡學習的 我也喜歡學習的